我觉得其实去讲这种话 会造成临床医疗人员更大的负担 柯市长你该做的事情是在台北 多开筛检站 多开一点筛检的线路 而不要让你的医疗人员过劳 你这个事情一直不做 然后你现在还要去倡导 说你快筛养就可以给药 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夸张 我还在一直强调 如果是现在确诊者 如果是中重度的 他都会住院了 住院之后是另外给点滴剂型的瑞德西韦 那轻症给药的部分是有条件开放 因为这两个药品它不是一般的药品 它是用专案进口特殊的条件才能够使用 那他现在开给大家建议使用 说某些人我们担心你会比较有机会 从轻症变中症 所以我希望你用药 哪些人呢包含大于65岁的 他要有是癌症或者是糖尿病 或者有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慢性肝病 非常严重的肥胖等等几个条件 像昨天也开了孕妇可以使用 但是孕妇可以使用里面也只有其中一款 甚至孕妇使用的安全性 在不同的国家的认定还不太一样 所以即使我们到现在为止 卫福部也只是说 他开了在试印证里面 是给医生来采量 这个病人到底需不需要用药 那医生采量需不需要用药的流程 也非常的繁复 第一他要先确认他的肝肾功能 因为毕竟还是担心肝功能不好的人会有问题 再来的话这两个药里面 墨沙冬跟辉瑞 辉瑞那一款他其实已经很明确的 跟某些药品的交互作用都有写出来 包含他如果在跟某一些药品共同使用的情况之下 会造成呼吸抑制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让轻症的个案 你再加使用药品 如果你某些药品交互作用没有处理好 你反而会抑制病人的呼吸 那是哪些交互作用的药品 他有一整串的名单 疾管署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很公开的资料 民众不用自己去对 因为他如果需要用药的话 应该是由医师这边来跟你讨论 你过去有在用什么药 现在用什么药 你是哪一种疾病需不需要用药 其实我必须说 这个评估流程还蛮长也蛮繁琐的 因为你要去对病人用过哪些药品 对于临床在使用的医师来说 他必须非常谨慎 而且很耗医生的时间 那柯市长去讲说 快山羊就给药 这个话完全是错误 因为快山里面有多数的人都是不需要 就是说你就算是确诊了 也多数的人都不需要用药 所以他在讲的是讲什么 他是说快山之后 到你PCR结果出来之前 中间会有一个时间差 PCR结果出来之后 到给药之后又有一个时间差 他市长大概忘记了 他的当一个市长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缩短这个时间差 所以指挥中心其实 其实已经做了一个缩短时间差的动作 就是确诊之后到给药中间 不用再做什么法定传染病通报 等等这一类的流程 让病患可以很快的 可以跟医师视讯门诊 视讯之后可以拿到药品 那这个过程中也不需要在那边上传 那些有的没有的一些文书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在一个礼拜前 我们就要求指挥中心 说去减短这个所谓法定传染病通报流程 让这个部分变缩短 那7月之后 如果他变成不是法定传染病了 不是第五类法定传染病了 他就更简单 你根本就不用这些流程 这些所谓的来来去去的文书作业 那前端客市长说的快筛到 PCR中间那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都不断的强调 请台北市多开筛减站 就是这件事情啊 那现在我们说 有一群我们讲的在居隔中 或者是在所谓的防疫管理的这些人 快筛之后 如果跟医生视讯 医生确认了 他可以把快筛视为是PCR阳性 之后就可以去评估要不要给药 所以我还是要举一个例子 就我所知道高雄市政府就跟 第一个高雄市政府 他的快筛到PCR的流程很快 因为他开的站够多 他之前就开了20几站 再来他其实跟他的区域的 这个所谓基层的医疗诊所 都已经做了视讯的联系 也就是说假设这个人 是在家里面已经确诊 收到资讯了 他在家里面跟医生 用视讯的方式 医生就可以来帮你评估 你需不需要是给药的人 还是说其实你只要在家 多喝水多休息就好了 所以拜托大家 这是会出人命的 这是会造成病人肝肾负担的 这是会造成没有必要用药的病人 在那边紧张的 不要乱讲话 需要用药的有一定程度的少数的病人 就是中重症住院去了 听这里面有一群 我们认为他风险比较稍微高一点的 这一群你让他跟医生好好评估 缩短中间没有必要的文书流程 请科市长最该做的事情 不是出来说什么快筛就要用药 最该做的事情是缩短你台北市 从快筛到PCR PCR到可以跟医生见面 这个流程 这是你市长跟卫生局该做的事 好是经理委员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人听到这个说法 可能会第一时间就把口服药 当成神药来用 那包括医生就说到 为什么这个疫苗已经做完三期实验 你不打 那为什么你要去吃药 那相较起来吃药是不是风险会比较大呢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疫苗的研究 虽然也是短期然后做了UA 但是因为全球都是几亿只在这边接种 他的人体实验 他的人体临床的报告早就都已经收回来了 那药品的部分像这几只药品 我举一个我最熟的像这两只药品 昨天我就上去查了一下资料 以孕妇来讲 包含怀孕妇女或者是准备怀孕妇女 她到底会不会对于胚胎造成伤害 过程中会不会导致胚胎的影响 或者是影响早产流产 目前都没有足够的人体试验资料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去大肆的宣扬说 你只要快塞了就给药 这个是非常粗糙的讲法 那我刚刚提到了这两只药品 其中有一只应该是辉瑞那一只 它现在在疾管署网站上面 由厂商所提供访单里面 相关的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非常的多 它有一些会比方说 它跟某些止痛药并用会造成抑制呼吸 所以它不能并用 是禁止并用 但这个东西资讯上面 民众是不会知道的 你是要跟医生评估之后才会给的 那有一些会造成心律不诊 有一些会造成心脏相关疾病的 这个用药上面的药效受到影响等等 非常的复杂 那这些都还在收全球使用者的资讯 有几个状况 像国外它之前疫情非常严重 而且不是Omicron这一只的时候 当然那个时候疫情非常严重 它也没有办法送医 有一点死马当活马医 能猫药就先猫下去了 现在台湾的疫情控制 其实虽然有很多确诊者 但多数都是轻症 这些轻症里面我们也认同 没有错某些轻症高伪弦群个案 就是本身免疫力比较不好的个案 提早给抗病毒药 会降低它的病毒量 对它应该有好处 但是它不是一个放在全台湾 每个人都吃来当神药 有病治病没病强生 这绝对是错误观念 非常的可怕 柯文哲最近的发言 让我们学会一件事 就是医生讲的话不一定要相信 我觉得台湾人要改变这个观念 因为医生常常会因为政治目的 故意讲错话 或是说他本身的医学素养不够 我觉得柯文哲你根本是个庸医 没有一个合格训练的医师会叫告诉患者 而且他不是告诉患者 他是告诉全国的人说 有照一张药很好快来吃 让我小时候想到我小时候在望华 看跑江湖的郎中 随便拿一个药 我告诉你 这医生拿回去 有病症没病 保身体 柯文哲你跟那个跑江湖的郎中 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这个 而且他非常可恶是 他做一个观念置换 就是说 现在不开这个药给你是因为它很贵 我告诉你 两万块的药在健保的给付里面不算贵的 我们健保给付比这个贵的药多的是 癌症的标靶药物 艾滋病药物都比这个贵很多倍 那健保照常给付 这也不是钱的问题是不是 这绝对不是钱的问题 第一个 这个药就如同刚刚那个麻醉科医师讲的 它是实验性的用药 它没有做完完整的三期临床实验 因为都给EUA而已 好 今天你开这个药的时候 尤其像辉瑞这一款 叫做Pax Lovit 大家看看 这个访单 这个底下这一张是他的访单 这个你到卫福部的网站 那个食药署的网站都查得到 这里面的访单呢 刚刚静怡有讲到 严格标明跟你讲 不能并用的药大概有二三十种 然后呢 跟这个药会产生交互作用药有多少种 你知道吗 一千两百零八种 这访单你不要以为这是全部 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然后最有趣的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巧合 我知道很多男性的朋友 可能需要用到胃儿缸 刚好胃儿缸也是辉瑞出的药 结果 辉瑞自己出的药说 你用了这款药之后 你就算吃了胃儿缸也没效 所以我想男性朋友们 你要考虑一下 特别标明就对了 它特别标明